在这间已近三十年的古老贡堂店里 炉灶上的大锅又是满满的麦芽糖 一听见我们要来采访 记录下这个行业的辛苦时 老板娘急忙从冰箱中拿出饮料 嘴里还直说 可能没到冰是累 就像是难得遇见之音 热情又和善 贡堂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起源于明朝 由民间用来朝圣的御膳用品 因此称为贡堂 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古早贡堂 在制作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垂打 而垂打的闽南语就是拱 因此称为贡堂 不管是如何演变而来 今日的贡堂已成为全民普及 众所皆知的零嘴了 老板说 一般贡堂的制作 大约是从农历八月 一直到过年时 越冷是销路越好 要做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是要将花生炒好 这些花生都是就近像土库 虎伪的农民订购的 磕磕大而饱满 精选过才拿来制作 炒好花生后 再来就是煮麦芽 虽然现在有机器可以搅拌 不过由于麦芽煮完 要和花生混合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机器无法取代 需要将麦芽膏倒回去大锅 多此一举外 机器搅拌机用的是瓦斯 传统人工搅拌 烧的是仇坑 瓦斯一关掉 温度就不见 仇坑在保温上功能较佳 有利于之后的作业 综合这两个原因 虽然现代进步 大灶的火依然没有熄过 老师傅边煮边搅拌 还要随时添加粗坑 并注意麦芽熟了没 无怪乎 在这样的七月天里 她的身边 不见一个打工的孩童 十多分钟后 接着 倒入事先已经炒好的花生 然后再用大铲子 分力将两核 比例大约是一比一 一切都在老师傅的目测中 麦芽有粘性 要炒动一大锅的麦芽花生 谈何容易 汗当然不曾停过了 大致混合后 接下来的步骤 就让我们叹为观止了 只见师傅在工作台上 轻轻撒了一把面粉 抓起一团麦芽花生 前前后后 让机器碾压过 刚起过的麦芽花生 热 是可想而知的 混老师傅 为何不痛 她笑笑 而有点自豪的说 早就习惯了 我想 人的意志力 有时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师傅说 这样碾压的过程 要来回做十次 目的是要让做出来的共行 有脆度 动作要快 否则冷掉之后 要切 可是会全部碎掉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